提到电话监听这回事 在很多人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第一个印象可能是负面的 不过对检调单位来说 电话监听却是他们办案的时候不可或缺的工具 像是毒品茶器来说 通常必须要经过长期的布线和跟间 而在监听过程当中 声闻比对非常的重要 通常会成为最后定罪的关键 接下来这则报道 我们就跟着独立特派员的记者 来看一看毒品追击的过程 警方也趁深夜进到墾丁地区的大小沙滩盘查 果然发现有游客吸食大麻 调查员进到监护民宅搜索 果然找到安非他命的制造器具 不要 趴下 谢谢啊 表哥姐 不要跟姐 我怎么会这样的 我就叫你趴下来跟干什么 那我们现在听到是吸毒后的怀疑 那有的人们会呼吸激素 失效加速 台湾搜到四三度这样暴敌的油 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台湾的毒品越来越泛滥 要追溯它的来源 就要靠第一线的茶器工作 也是一个制图工厂的案子 它是一个制图工厂的 人生在这个公务堂 对面的果院 那我们在侦查的时候 有时候需要办一些选秘工 才有办法趋钱去闻那个味道 调查干员伪装身份 勘查地形 等到时机成熟 就展开攻坚行动 把他的外奖里面 然后他们里面的教员 踏进他们往后跑 不要去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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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抛下 等一下 表哥起来 不要再起来 不要再起来 我叫你抛下来干什么 你现在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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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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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贴他命 就是 就是 很忙 根据调查局的办案经验 每一宗读笔案件 只剩要布线三个月的时间 想要一举破破人犯和赃物 这个办案技巧不可或缺 我去夾 看起来 喂 喂 喂 我知道 喂 我自己买了 还有水果吗 有 有啊 你还要走 杀了啊 有啊 現在價值多少? 價值都一樣,15元 買那麼多,沒錢那麼熟 你是要多少? 15元 不可能 一萬元就沒錢,不然就沒錢 好,15元就15元 當時可以拿 新年過後再說 我們新年過後再說 好,好,沒錢水過 講話講到一半 口語會不清楚 會有陰陽頓挫 或是案子他說不要再講了 我們用另外一支講或是見面談 所以我們會從這個通聯人裡面去過濾出 哪些人是參與這些案子的人 檢庭最重要的就是 在這些隱晦的通話中 掌握特定人士 過濾出毒品交易的所有線索 毒品犯罪它有個特性就是 它是特定人的 就是幾個特定人 那你如果說一直靠跟肩的話 第一個你可能曝光 第二個你會拖卡大家的戰力 毒品案件有大概80%以上 都是靠監禁的 那20%才是靠檢舉 或是窩裡板 民國95年 台灣漁船鳴吉利號 到印度洋載運240公斤的K他命 這是調查局在國際合作上 破獲過最大宗的K他命運毒案 你說說的 好好配合我們調查 整個的事情 我們要報告檢查國家 給你減輕 讓你比較好想 你如果要拖牌 你會擁護到我不知道 這起運毒走私案 從漁船的接貨地點 到接駁的路徑和時間 完全掌握在調查局手中 這艘船回到琉球之後 會有一艘上岸去接 往回去接 然後在海上接駁之後 再回到琉球 那台灣這邊會走一艘貨車 透過船運的方式 把那艘貨車送到琉球去 等漁船上岸的時候 把毒品運到貨車 或是再重新回船 那你怎麼有辦法知道 這個想法 其實就是好想 光是這起案件 監聽數量就高達三十多條線 透過監聽 掌握到相關線索之後 企毒人員就展開跟監行動 他去勘察我們要勘察他 在哪個地點勘察 那我們就知道 這個可能是他上來的行動 對企毒人員來說 監聽不但能掌握毒販的行蹤 日後偵察起訴的過程 這些通話內容 也可從事定罪的證據 他現在要去買貨車 要去買貨車 要去買貨車 不可能 要去買貨車 要不要買貨車 要不然就買貨車 要買貨車 要不要買貨車 要來買貨車 听听看这两句话 是出自同一个人的口中吗 这是第一个的 远宵斜看花灯 远宵斜看花灯 两个声音听起来似乎很像 但是有多像 是不是同一个人的声音 透过电脑的声纹辨识 可以做到逐字分析 每个人的发音习惯 然后那个发音的器官 结构也不太一样 所以说它共鸣会有点变化力不同 我们就依照那个变化力不同的 来做一个检测 在声纹图谱里 X轴表现的是时间值 Y轴是频率的变化 每个人说话的习惯和发音方式 就决定了你的声纹图谱 今天我心情不好 今天我心情不好 但事实上这次中央做掉了 这个对那个软体来讲 没有 不会有影响 它只是Key而已 Key在边缘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我口相整个的 发音的那个器官 它的嘴形没有变 毒品交易通常仰赖通讯联系 这个会说话的证据 就成了定罪的重要参考 在出庭的时候 就是否认前面 它的这个犯行 那后来我们根据这个 艺文跟监听单 我们让它扶手认罪 后来是判无情投席 这个是目前来的上书中 第一线的调查局干员 认为监听是弃毒的有效力气 但是在97年之后 情况有了变化 桌上面有一个很大的评价 就是说我们97年通讯 到保障法开始实施之后 监听的核发权本来是在 检察官那边 现在移发到验房 民国96年修正通过的通讯保障 及监察法 为了保障人民秘密通讯自由 而限缩了监听的核发权 在过去调查局的气毒专组 随时都有400条的监听线 之后逐年下降 到今年只剩下100多条 连带的破货率也跟着下降 那你如果没有靠监听 靠根监听 更不可能达得到 所以说从去年到现在 渔船走私海洛因的部分 是一种零 货贵也是零 根据法务部统计 第一级毒品海洛因的查获量 在民国97年有194公斤 第二年却急剧下降到62公斤 降低的数字 意味着毒品泛滥的情形改善了 还是背后隐藏着更多的黑数 查到了可能都不到10人 你知道 你知道去年 大概在五六月份的时候 我们的咨询 外面咨询跟我们讲 台湾在这两个月 总共五月份六月份 进来了两个货柜 总共进来多少 一千零五十块的海洛因 没有被抓到两划 那海洛因的价格就是降下来 大盘价只剩下七十几万 查企人员认为 如果立法院不通过卧底法 法院的监听核票率 又降低的状况下 企毒工作 势必会遇到一定的瓶颈 监听的部分能够在 让司法院能够多支持 让整个这个 核票的这个过程能够 核票率能够再多一点 多多支持这个 有关戚毒查气的工作 这是我们外景最期盼的 不论是国内的制毒工厂 或是走私进来的毒品 如果没有被查气到 这些粉末就会一一流入到 稀释人口端 好不好 凌晨台北市行到郑静医住家进行搜索 当场查获2.2公克的安非他命 以及吸食器 从睡梦中进行的郑静医坦诚吸毒 随即被带回征讯 郑静医向警方公称 因为从事音乐工作压力很大 才会在三个月前碰触到安非他命 提神输压 有没有吸毒可以用尿液来检验 不过这个方法有天数上的限制 很多吸毒者以为 逃过尿液的检验就可以逍遥法外 事实却不然 另外还有一个检测方式 不但可以验出毒品反应 还可以追查出吸毒的时间有多长 很多嫌犯变称没有吸毒 而是因为跟吸毒者在一起 头发上才会沾染毒品 这的确是非常可能出现的状况 因此在检测药物反应之前 这些受检的头发 一定要经过清洗的步骤 主要是避免因为外在的污染 来影响了我们分析时候的判毒 所以我们要确保是头发的 外面头发的外部 是没有毒品沾染的状况 或许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 万一没有完全清洗干净呢 清洗上面的油脂 以及沾附的毒品成分 那这是第一道程序 那在我们检验的第二道程序 也就是判毒的过程之中 我们必须还要检测它的毒品 在人体所产生的代谢物这个成分 要不然会非常容易造成误判 那这就是所谓的伪扬性反应 经过清洗溶离和仪器的分析之后 到底是伪扬性反应 还是真的吸食毒品 科学仪器会显示出答案 放在这个小拜扬里面 然后经过气象成细之谷尼的分析 它是吸食甲基安贝他命 那甲基安贝他命 因为在人体里面会呆现成安贝他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风 那这个风代表的是安贝他命 那这个风代表的是甲基安贝他命 那在我们的判读结果 我们就可以说 这是甲基安贝他命的阳性反应 一般俗称的安贝他命 大多是指甲基安贝他命 它的效果更强 吸食者会出现更强烈的亢奋反应 没有吸食的人不必担心被误判 吸食者也难逃科学的检测 就像是甲基安贝他命 它如果沾附在头发表面的话 那我们检测出来 只会检测到甲基安贝他命 药物检测不仅止于吸毒案件 也可以作为其他案件的定罪参考 那药剂使某个被害人 吸食了一次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迷奸的案子 那迷奸的案子 他就下了一个安眠药 那这个被害人 他是没有滥用 滥用安眠药的习惯 所以这是属于单一剂量 那单一剂量案子 我们需要使用敏感度更高的方法 来去做检验 像这样的长法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 如果一名短法的嫌疑犯 要如何验出他的吸毒历史呢 检验人员回答 在有限的条件下 检验工作的确会有所限制 不过他们也会试图找寻其他方法 至于是什么 那就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了 从抓毒到验毒 弃毒人员一直在和犯罪进行追逐 只有增加反毒工作的力气 才能让相关的工作更加的顺畅 现在还会用到这件事情 这件事是什么 我们下事的时间 在后一段时间 呃 我们下事说 哪一个事